這一段是從正列 然後這一段是從工作表的某個範圍 那當然還可以有一個 從某個範圍到正列 然後先把資料先放在正列裡面 再來排序 可不可以 不過可能這個是額外補充的 因為這個變成繞一圈 所以第一個要宣告正列 那這個正列的話我是宣告13 然後再來做什麼 一樣把資料先放到X 再一個一個的放到正列裡面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你會想說13 那為什麼是13呢 基本上因為我們前面0可以不要放 反正我可以先浪費一個沒關係 那個其實說真的一個bit 這個根本微不足道的一個空間 那我可以這樣放進去之後 再來排序 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是這一段可以給各位做練習 因為好像一般這樣有點多此一舉的感覺 你倒不如你就直接用正列 要不然你就是用範圍 你幹嘛先把東西抓到 然後再放到正列 再用正列排序 好像繞了一大圈 所以這提供給各位參考 也是有人這樣做 所以程式怎麼寫會是最好的 其實沒有那個標準答案 也就是不同工程師寫出來的東西 結果一定是不同的 思考的方向也不一樣 所以就像說我在教學上面 給各位的程式跟我平常寫的也許也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我針對是給你們看得懂的 當然如果說我自己看得懂 我不見得要這樣寫 但是為了要針對各位的學習需求 所以我的程式寫出來的 都是盡量第一個簡短 第二個直覺好理解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寫 其實我就是盡量寫給大家可以看得懂的 不然的話很多書裡面寫出來 為什麼說你們買書回去自己看不懂 大部分都是因為書裡面寫得很高竿 非常的高竿 物件導向的觀念很多 所以他把那個所有東西 盡量用很抽象的概念去表現 一個簡單的東西 當然固然會讓人家感覺很厲害 但是一般入門使用者來 讀者來看的話 會很難看懂 但是對我們來說是還OK 因為反正那種東西 你抽象的話不抽象的話 我已經很習慣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有個參考 真的按筆畫排序 那筆畫怎麼排序 幾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當然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假斑的部分 旁邊的話 再加上一個什麼 筆畫 可以把這個貼過來 把這邊改成什麼 筆畫 也許有這樣的需求 那如果今天需要按筆畫排序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資料裡面不是有個什麼 排序 對不對 那排序部分我先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排序 因為有選曲 所以他問你說要不要擴大 當然不要 OK 然後按什麼 按那個筆畫的值 A到Z 因為這裡面放的是中文 所以他會按照筆畫 如果放英文就是A到Z 如果是數字就由大到小 按確定 好 自動幫我排完 排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按照他的排序 所以 要寫的話很簡單 反正只是把I 改成J不就好了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的程式 我這邊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直接 Ctrl C C 他不會應該都知道了 所以我就直接複製 然後直接貼到這邊來 然後 反正 現在我想你們應該 功力增加最多 應該是複製貼上 功力增加最多 就是 複製貼的時候應該要知道 改哪些地方 不過這個也是 程式撰寫的一個歷程 沒辦法 你不可能說一下子 馬上就很會寫 通常都是從修改裡面出來 甚至有那個網路 有一些笑話 講說 其實程式設計師 每天的工作都剪下貼上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這也不是什麼笑話 這樣也是蠻具體的 因為你出入門的工程師 很多都不太懂 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而且很多其實 從學校裡面培養出來的 那個資工系學生 其實大部分都不會寫程式 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慢慢才發現 原來這是事實 因為我去了很多 學校的那個資工系 也找我到學校去 那種什麼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我發現很多學生 是不喜歡學程式的 甚至有大概 三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二以上 那中後段的學生 更不是不喜歡寫 而且中後段的學生 根本就不 這不是重點 好 然後這個地方如果說 笔畫 按照笔畫排序 那其實就怎麼樣 就是這個觀念在這裡 按照這一欄 去這一欄裡面抓到之後 丟到這邊來 再讓它排序 最後我多一行 切回到假斑 為什麼不切到假斑 排到最後面感覺怪怪 所以我這邊排完之後的話 我們直接來看 這邊直接按照笔畫幫我排序 那我們就直接先抓到什麼 抓到乙斑嘛對不對 然後就乙斑先移到前面 然後再來是下一個是釘斑 按照筆畫 那直接全部排 好 排完了 再切回到假斑 所以Focus 會移到什麼假斑 因為多這一行 那這樣的話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的清單 通通放在這邊 所以這樣一看 可以看到 對多這一行好像還 比較有幫助一點 好 那第二個是說 假如說 感覺好像 直接在這邊顯示出來 如果說有點 不是那麼的 好 變成你要寫固定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不要固定在這裡 不要固定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希望 這個清單 它是動態出現的 也就是說 我可以先 Add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 自動幫我把 這邊的所有名稱 抓出來 所以 你可以想 For i 等於 那個 1到去.com 然後把它的 name name 有沒有名稱 放 新增一個 這是add的 然後再來 把這個名稱 跑一個回圈 一個一個 放到這個 儲存格裡面 總共有13個 那就放13個 然後再來 怎麼樣 再利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 排序 去幫我排序完 再利用這個清單 去做排序 排完序之後呢 把這個工作表 刪除掉 這樣不就是一個 什麼 暫時性的一個 工作表 對不對 那 可是好像 聽起來是已經很複雜了 不過 這些功能呢 前面都應該教過啦 只是說呢 你沒有寫 應該也是寫得出來 只是說你變成說 你要拆成好幾個段落 第一個 新增工作表 這應該也記得吧 去著點 去著 然後瓜葫裡面去著點看 點 add 不 不 直接去著點 去著點 add 然後 after 直接就到去著點看 這個好像前面有那一行 有沒有 新增工作表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 for i 等於這個 全部跑完 放在這裡 這應該也可以寫得出來吧 它的 name 屬性是 name 放在這裡面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排序 排序的話 這個可能沒寫過 不過沒關係 那這個部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花一點 我就直接來看一下 寫完的東西 就這個 那我已經把它區分開來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稍微 有沒有 1 C C 一下 那我分了兩個 一個是用正列的 一個是沒有用正列的 哪一個比較簡單 好像沒有用正列的 這個 沒有正列的 好 那我就把這個程式貼到這邊來 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因為前面很多功能都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演練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玩玩看 理論上的話就這一段 那做法上 就是大概有五個步驟 新增工作表 這一行 有沒有 其實有點像拼裝車 反正你把大部分的東西拼出來之後 結果就出來了 我們來試一下 第一個 其實先把順序打亂好了 這邊 讓它打亂 這樣感覺比較有排序的感覺 我把這全部都打亂 再來一次 A的一個 有沒有 這邊多一個 然後 把那個 他們的那個名稱 放到A A欄 那怎麼樣抓它的名稱 有沒有 就是第一個 到Shit.com 減1 為什麼要減1 把最後這個扣掉 那名稱放上去 所以跟班 有沒有 一個一個名稱 全部都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13個 有沒有 所以 這一個範圍的資料 這個程式 是做 從這邊到這邊的名稱 放到這邊來 的動作 這應該看得懂 我想這個前面應該都有類似的 三行而已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做排序 那排序的話就是 非常簡單 兩行就搞定了 第一個 先 把它做選取 那選取的話 這邊各位可以學一下這一行 就是 如何把 你游標放的位置 直接擴大到 它所有的範圍 就是 你游標現在是放在A1 點 Current Regio 就是目前的範圍 點Slay 所以執行這一行會怎麼樣 整個選起來 這行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說以後 你不知道說你的範圍 有多大的話 沒關係 你只要放在這個範圍裡面的其中一個工作表 不一定是A1 A2也可以 所以 用這個 點 點 什麼 Current 就會打個C 這是怎麼寫的 Current 目前的Regio 點Slay 有沒有就有了 不用背 反正你就記得 Current 目前的Regio 點Slay 點下去就OK了 你就記得 游標放哪一個地方 那選起來 接下來做什麼 排序 那排序你不會沒關係 你用錄字聚集裡面 就會產生那個東西了 那我這邊簡單講 選取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有個Current Regio 點Slayter 只要有Slayter的動作 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Selection 物件 有沒有 Selection 物件呢 就是因為你有Slayter 然後呢 裡面的話做什麼 點Slayter Slayter 就是顧名思義嘛 排序對不對 那排序根據哪一個呢 根據A1 Order Order有個D增或D減 Order 我現在這邊是Order Order的話 如果是 1的話是D增 2的話是D減 那有沒有那個Header Header是它的這個欄位 沒有 沒有就XLNUN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的話 不好意思 我最近有點小感冒 OK 那改成1 遞增 好 那把它排序一下 遞增 改成1 有沒有 一般 如果你要遞減的話 改成2 倒車回去 遞減 很方便吧 所以這兩行 以後反正你就是 記得放哪裡 以後就放進去 你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OK 好 那我們 改成1 然後這邊的話 讓它怎麼樣 後面應該會吧 再來做什麼 筆畫 這個 不就剛剛那一段嗎 把剛剛那一段拿過來 有沒有 然後把它做排序 排序排序 有沒有 一模一樣的 這幾行 總共四行 然後排完序 排序完之後的話 那最後那個工作表要怎麼樣 刪掉 這個工作表 因為它已經完成它的 階段性任務了 所以必須什麼 刪掉 那刪掉的話 記得要 Displeasure 等於False 為什麼 如果你沒有這個 它會跳出一個 是否刪除 所以直接把它關掉 然後Delete 再打開 結束 OK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喔 特別是 沒有用Array的 因為前面上面有一個 另外一段是本來我寫的 我是用放在Array再來排序 不過後來發現 同學的理解好像 會變得很差 因為好像看同學的眼神 比較帶字 比較看不懂 所以後來我就想 好吧 那就盡量不要用正列好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改這個 主要原因是 針對各位的理解情況 那如果將來 大家理解狀況都非常良好的話 那當然可以再寫更高階一點的 所以 階段性的 從直覺到抽象 所以怎麼寫比較好呢 沒有標準答案 反正老闆也會去看你的程式吧 誰看得懂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 是可以把結果做出來 哪一個方法最簡單呢 你就用哪一個方法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方法 跟這個方法哪一個好 其實說真的 其實這個感覺有點太 太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還乾脆用這個 好像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實在是有必要性的 還是要點學這個 其實這個怎麼做出來 也是拼裝出來的 這個前面都做過 這個也做過 主要是這兩行可能比較沒做過 可以把它學起來 這個做過 這個也做過 所以基本上 應該有點像拼裝的吧 所以以後 你的程序我不會寫 沒關係 反正就盡量拼裝 多累積一些資源 你以後就拼得 比別人厲害一些些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按照筆劃排序 來 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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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